人生的第一次又给了小猪 妈妈说很久没有上街 小猪说很久没有吃面食了 吃不饱 两个月没上街了 我也好久没上街了 走去买菜了 买点蒸包子的东西 用葱酸菜 这些做个腊肉包子 人生中第一次发面也不会 不知道这有几斤 这一次美丽亲自弄 小猪在旁边知道 妈的还忘记放消磨粉了 后面再补 开始我的第一期活 要手搓揉面了 第一次揉面 美丽说的水多了 加面 面多了加水 我已经累了 放开手 太干了太干了 再放点水 还有加水 太干了 看看美丽的按摩手法怎么样 主要是活的是面光 手光 腾光 我感觉我说也不光 面也不光 盆也不光 盖着住 这有弹性了 再往下几分钟 面发好了 还放一点热水吧 放点热水 先煮一点这个大肥肉 再煮点豆芽和粉丝 这个是酸菜 我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酸菜包子吃过没有 你看看 放一碗 黑暗料里就是用洗鸡 洗那个洗肉 这是我做包子的材料 葱子 粉条 豆芽 腊肉 还有酸菜 来饭料 要不煮你干什么 拿来又不能看又不能吃又不能用 这样就大了呀 太小了 那一炒就没有了 肉粿就像这么大一颗一颗的那个 可以了 这太小了 你是稀长稀长的切那个圆 要吃的有那种肉的感觉 你吃的那种就没这肉的感觉了 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吃啊 这个手是抓过鸡死的 菜里面有 我把包子洗的切 咦 对啊 它包馅里面有头发 包子里还有头发 你看这我妈给我弄的那个叶子 然后铺在这下面的 这还不大 太够了 呀 乡村了 看看我包的三桌心 外面全是 看看那个全面 这个这个是我刚刚包的 你看 美丽的第二个包子 上面有点辣椒 不太好看 啊 尝尝的怎么包的 九起一个 九一修一个 这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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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妈呀 这个山峰 都每一个都砸开了 哈哈 是每一个 你包的切掉了 我包的都没砸 好吧 我包的全部砸开了 馅儿太热了 上面都已经蒸好了 下面没了 这里花面 你姐姐也弄的 想啥子也得蒸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他们来吃包子了 开花包子 哈哈哈哈 尝一下我这里包子 开花了 包子就炸成这个样子 妈好吃吗 好吃 多好看 但是好吃 吃三个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两盆 两盆 这种烂的 这种烂的 带坑的 这是我弄的 这种就是他弄的 这种就是他弄的 饿 饿 饿 第四个包子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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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动手 风音 哇 这个扎开的是我做的 不扎开的是他做的 快把那个拿过来 我剪一剪包 小猪弄的这个可好看了 你看看 这个面发的太好了 我跟他说 我有几个爸妈 都夸你这个面 虽然是这个面是我弄的 但是我旁边是老师在吃饱 对 这都是你的功啊 第五个了 一只好批 这个面也好 还有还有两个 快点快点 一大街整的包子 你看我们这家里人太多了 然后 一人吃两个 还有猪和狗 这都是小猪的功劳 啊你看我三妈夸我了 这包子蒸的好 是我面发的好啊 你肉切太大了 哎不是 开始他肉切的太小了 后面他肉是他切的 我妈说肉切的太少了 太少了 嗯他说 你吃不出来什么菜 酸菜 酸菜啦 肉粉条豆芽 这个链是我弄的 我三妈已经开饭店了 三妈夸我 证明真的很好哦 我二妈三妈腰妈都来吃了 全家都吃我的包子 这是美丽第一次做包子 第一次发面 调料也是我弄的 这是旁边有师傅 虽然做的累了 但是至少做成功了 以后我自己做一次 也计敌